第三節 鳳學生知 剛才我們第二節就提到一個 在中學我們讀到一個生物學的現象 植物本身其實就很懂得去找陽光和水 水可能水源很遠 但是它們一路一直延伸出去 在中學我們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我記得這件事不是中一就是中二的 那天還有一些實驗給我們去做的 現在應該都還在課程裏面 那老師就會說 你如果將一個植物 可能純粹就是一個紅豆、綠豆 發了牙之後 你看著它一棵葉 你將光放在哪裏 或者你將地方擋一擋一些光 你會發覺它有一個向光性 它懂得向著有光的地方繼續生長 於是你知道是一個演化優勢來的 它的葉就更加容易拿到進行光學作用了 那我們就說 中間的植物發生什麼事呢? 為什麼植物懂得對這些光有反應 懂得自己這麼醒目向那邊生的呢? 原來它就會說 這個植物裏面就會有一些生長的激素 叫做Oxid 那些東西 它是會懂得自動走位的 如果有太陽的時候 它就會懂得走去背向太陽那邊 從而令到它那邊就繼續生多一點 於是你就可以想像到它有一條框 那條框上面 切面上面每一個部份生長的速度不均勻 有個地方生快一點 生慢一點的時候 它整條東西最後就可以彎牙在哪裏 就這樣就解釋了過去 接著另外就是講個根 你就算將那條發了牙的東西 你不要將它插進泥裡 你可能將它橫擺 那它們都會懂得向下生的 原來就是因為那些Oxid 那些生長激素 懂得就聚在下面 於是也懂得它有另一種機制 令它懂得去向下彎去生長 它懂得叫其它 可能另一邊就生快一點 令它最後整條牙可以懂得向下彎回來 它在找一些泥 即那個故事大約就是這樣 它搞得好像那些樹有自我意識那樣 它就講到Brain Tank裡面 其實不外乎是一些物質的原因 有一種很magic的物質叫做Oxid 它就懂得自己去召喚回來 它懂得去分佈 它就很比於人自己的賀爾蒙感 懂得去對外界有反應這樣 這個就是 我們就解釋了過去了 考試就是你懂得穿Oxid那個字 懂得Fill in the brand 填衝在那裡就對了 但是這件事其實每個初中學生基本上都會讀過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原來這件事本身呢 我們完全未完全了解完 在生物學上面 或者在生物化學裡面 究竟這個理論是怎樣 裡面出現了一些什麼仔細的 就是這些Oxid是怎樣是被 即我剛才講到的 Oxid是懂得自己走位的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這些這樣的生長激素它懂得自己走位呢 其實我們剛才不小心提到兩個原因 一是就是太陽的原因 它懂得因為外界的光 而自己令到Project 物色自己 將這些Oxid去分佈在某一個位置 從而改變了它的生長型態 另外就是一個地深吸力的原因 就令到它懂得走位可能沉了體 或者浮了面 這個具體上我不清楚 那就令到它也懂得生的時候 不會均勻地生蟲 而就會生到它一個想要的方向 那我還記得中學的時候 他們的老師後面還做了一個實驗 將那棵發了牙的綠豆好 紅豆好 就插了一個泥裏 就不是將它擺正來種的 是將它打橫來種 然後再將它擺在轉盤上可以一路轉轉 令到這件事是很均勻地感受到地深吸力 於是就看到它的根真的懂得打橫生 就不懂得向下生了 我們又會看到這樣的東西 那個人純粹就告訴你 其實就是這個生物裏面 它有一些植物裏面有一種獨特的激素 它裏面的分佈就可以影響到它生長的方向了 其實就這樣就算了 但是這裡你可以再追問下去 具體的是那個激素 它是會有沒有一些機制被運輸去某一個地方 而那些激素是怎樣叫周圍 怎樣調動周圍的東西 令到最後去出現了那個生物的變化 甚至乎就是說它怎樣去加強甚至抑制這種激素的反應 令到它不要overshoot 不要過頭呢 原來是有一套東西在背後的 而這套東西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在這次這個研究為什麼不值得介紹 就是有人利用這些激...不是激光的 是這樣的將這些生化分子冷凍了去 再將它那個分子結構去顯示了出來 從而令到我們辨認到 裡面整個那個分子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 就將這些這樣的Oxid 這些生物的生長激素 它那個怎樣去叫做...令到那個生物 去適當地生長的過程呢 是更加仔細地顯示了出來 那就是這個研究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這個研究呢 發表了是來自中國的浙光大學 它裡面一個觸可徵學院的其中一個生物科學的研究小組 它發表出來的結果 它又出了在很厲害的期刊那裡 於是也都得到非常大的重視 所以就很值得介紹一下裡面究竟它解答了什麼問題 是的 剛剛你提到觸可徵的學院 如果對中國的科學 近代科學師有一點認識 都認識這個人物 我們很簡單的講講 如果你不知道就查這個詞典 就是一個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氣候的科學家 好像是第一代的 是的 當然了 就是民國時候受訓練 一直去到共產中國成立之後 它就繼續擔任這個浙光大學的校長 現在的學術地位其實是從高的 非常越不起的 所以浙光大學的這些研究學院就以去命名 是的 也都是整個中國大陸 它就會投放很多的資金 去這個學院從事最尖端的研究 簡單介紹了之後我們都要問了 就是它現在這個技術呢 跟西方的大學比呢 是不是先用了是領先的 我就會說它這個發言是領先的 但是這套技術大家都有在的 就是你會不會運用到這套技術去嘗試去拆解一下 或者甚至乎它可能世界上多一個研究小組去專攻這個問題 但是它們優先解釋了更加多的技術問題 從而令它們獲得這個結果 如果你問我呢 就是剛才有些事情其實應該要講 但是我想我都很難仔細地去講就是什麼呢 就是具體這個 由這個中國浙江大學 由郭光圖教授帶領的這個研究小組 它怎樣利用到這種這種冷凍 分子冷凍的技術來去看到這些植物激素 怎樣去帶領這個植物的生長呢 那個過程其實是很多很仔細的步驟 裡面就很多很繁複 很多我看完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的一些巨型化學分子 去仔細地去組成的 但是有一個的細節是值得去跟大家提的是什麼呢 它就是將這些激素的運輸的過程去呈現了出來 還有就是說它知道這個激素 原來在那個植物裡面都有一個機制來控制著這個激素 什麼時候是接受它的影響 什麼時候是抑制著它的影響 就是它原來就是說其中有一個的分子 它如果是準備好去接受這個激素的影響的時候 它靈寫社會開放其中一個部分 來容許這個激素的分子進入來去衍生它的影響出來的 但是如果是當那個植物它知道了已經生長夠 不要再過度地去生長的時候 它也都會懂得將那個活躍的部分 去找其它東西填充了它 從而令到那個激素發揮不了作用 就是它其實搞清楚就是那個激素 我怎樣在這個植物裡面去發揮作用 和怎樣去控制它的開關那個按鈕都找到出來 但是這個我就一定要承認 就是我真的在這個專業方面的了解有不足 就是具體有哪幾個東西去參與哪幾個功能 我自己講不到出來 但是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覺得很值得欣賞推崇的地方就是 它們能夠去找到這個研究成果 就一定是克服了很多技術的難關 去確認到這個就是它想要拍的東西 然後就是將它的結構 和它整個機制都能夠呈現出來 那應該就是在很多很骯髒的資訊裡面 很多抽絲剋檢的過程裡面 去確認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覺得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就是 如果我們拍到我們看到那個過程 對我們理解這件事是一個徹底的改變 其實是的 其中就是在這個英文媒體報道 就是說這個研究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不是就是說影道 而是它將一個影像 就是將這些這樣的生長激素 去如何去生效和被抑制的過程 那個機制都找到出來的 於是就提供了一個方法就是未來 如果我們想介入是可以怎樣去做呢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最有價值的地方 那你說未來會不會還有其它的影像 那我現在我自己就是超出我專業 我都講不出 但是你會看到就是說 這個浙江大學裡面 綜合症這個研究學院的這個研究小組 它其實原來過往發表了很多研究 全部都是用這一套這樣的冷凍技術 去顯像 去找很多 將很多以前我們看不到的生化過程 去看了出來 就是譬如在那個 一些在那個神經細胞 它那些跟外界電解質的交換 一些細胞 細胞網上面那些甲離子 它那些這樣的交換 它是找到出來的 就是這些情況很多時候 顯示到一些叫我們在生物學上面 叫做Active Transporter 就是說那些這樣的物質 不是純粹靠滲透擴散出去的 它真的需要那個生命體自己本身 去有一些自己的機制 去將一些東西 由一些叫低密度的地方 強硬扯到一些高密度的地方那裡 低濃度扯到高濃度的地方 其實就算我們的腎 我們去將一些廢物排出來 都是強硬將一些廢物 叫做主動的運輸 Active Transporter 把它牽涉到很多這樣的過程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往往就牽涉到一些很複雜的生化反應在裡面 它可以是在我們腎臟去排廢物 可以出現了在譬如這個植物的生長激素裡面 可以出現了在譬如那些神經物質傳遞訊號的 這些過程裡面 都牽涉到 就是這些Active Transporter過程 裡面才涉到很多的巨型分子 也是很脆弱的 很多中介的步驟 他們本身那個化學圈是很弱的 你稍微大一點就打散它變成質的 這些是往外最難拍的 但是他們就 這個浙江大學研究小組 就擺了很多心機來做了很多的發現 所以他們很多的研究很有代表性 你會看到中國大陸在那個學術的支持裡面 在浙江大學裡面 他們在這方面是真的 其中看到他們的成果之一 就真的出了一些人拍不到的東西他們拍到 那是不是近年 由於那個中國經濟那個發展 大學方面科研的研究資金 是相對比以前充裕很多 那其實你如果 就是這裡有題外話說一說 就是你真的去看一下中國大陸的大學 去年度經費的排行榜 青華大學是第一 第二不是北京大學 是浙江大學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很重點的研究 就不是在人民學科那裡花錢的 是在那些理工學科那裡 純科學啊 技術那些東西 就他們很重點去擺很多錢在那裡 甚至乎哈佛講的那個 最新的那個年度經費是講的 三百多億人民幣 那這個數字你如果和哈佛比呢 它多過哈佛的 如果是青華的 浙江大學它那個年度經費是二百多億人民幣 就少過哈佛 但是呢 都已經是 就少過新加坡國了 但是都多過香港大學 一個雙倍了 就是這樣 那你會發覺是 那個中國大陸的頂尖大學 那個研究經費那個額 是已經去到美國頂尖大學的級數了 我會說 那另外就剛才都會提到 譬如說 釋加坡國 它那個年度經費截回人民幣 都是講著二百多三百億人民幣的那個級數的 就是你講著一個叫做 國際級一流大學 就是 我不講哪一家是不是 就是哪一流多一些一流少一些 你如果講的排名最多的就是那個經費多呢 都是講著二百億三百億港幣 或者人民幣 那個級數的一件這樣的事 那香港大學的年度經費 香港大學一定是全香港最多的那個了 一百二十億一百三十億港幣左右 但是很多器材如果你不是投入去 你根本做不到 沒錯 沒錯 其實就是 譬如說這些這樣的冷凍技術 你其實 一套技術有在的了 你肯輸入去用這樣 那其實 你譬如說香港有沒有體重這件事呢 那也許是有的 那香港大學不是故意殺有戒時 弄了一個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那其實很多東西就是 專門集中資源 就不是隨便一個生物學都玩的了 尤其是在講這些叫分子生物技術學的東西 一去到這些叫分子層面的生物學呢 那就是往往最花錢最尖端 也都是來很多新發現的地方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你懂不懂投資 就是你選不選到一些最有突破性的科技發展 而懂得在之前投資下去呢 是的 而這套東西就很有趣的 是往往是你一定要請一些有物理學的人的底是在背後的 剛才如果還記得說那個X光散射技術 我們之所以能夠看到DNA雙螺旋結構有物理學家介入 接著到現在這個激光 不是經常講錯激光 這套冷凍顯映的技術呢 都是你一定要有物理學的功底的人種 那其實甚至乎它這個觸學精學院這個研究小組 本身它都叫生物物理學的 就是它從事的研究都叫做 就是你要去知道 怎樣如何用這個物理定律 來去了解這個生命世界 甚至乎它本身那套儀器 也都是需要有物理學家在幫忙體育 那所以它不只是一種的研究 它是一個科學科的研究來的 好 那麼我們都看到一個最新的發展 也都看到中國大學在這方面突飛猛進 那我們在這一節看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